来关注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星期三一直不断报道的就是中国大陆特工 而美国纽约州政府疑似长期被他们渗透 州政府跟台湾官员的联系受到阻挠 就是中国大陆的特工最主要的任务工作 证据包括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五年前过境有约的时候 原来安排跟当时州长古墨会面最后落空 而这个被法院指控的黑手是纽约州的华裔前官员和他的丈夫 这堆从纽约东区法院走出来的华裔夫妻 就是遭美国检方指控长期私下为中共与中国政府充当代理人的 前纽约州官员孙文与丈夫吴肖 夫妻两周二遭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的罪名 包括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签证诈欺 银行诈欺 人口贩运以及洗钱等 起诉书中详细揭露 孙文应中国领事馆官员要求 从民进党执政的2016年起 尽可能拦阻台湾政府官员与州长办公室之间的接触 甚至在2019年成功阻止前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时 与时任纽约州州长的古墨会面 今年41岁的孙文还曾经两度私自以州政府名义发出邀请函 协助中方官员取得美国签证 为非法进入美国打开方便之门 孙文甚至刻意安排中国官员与纽约州政府官员接触 包括在非公开的会议中 私自安排中方代表参与会谈 当纽约州在疫情爆发后出现口罩荒之际 孙文更极力促成前州长古墨 公开赞许中方援助的医疗物资 却封杀台湾也向纽约州提供20万个口罩的事实 FBI调查发现孙文和胡销两人透过为中方工作获得数以百万的现金回报 以及胡销在生意上的好处或便利 甚至还获得中国驻美官员派私人厨师为孙文的父母烹调南京咸水鸭一解丝相情 两人拿这些钱在长岛购入价值410万美元的豪宅 在夏威夷潭香山买下价值210万美元的公寓 更坐拥多辆豪车 两个多月前孙文在长岛的豪宅遭FBI突袭搜查之后 检方掌握了更多证据 两人周二遭到逮捕起诉 如果这些责任变成真实 这基本上是中国政府的国家在纽约州的最高级约州的最高约州 不仅仍是在现在的总统 这起中国代理人案爆发之后 纽约州政府赶忙发声明强调 2023年发现孙文行为有意后已经立即开除 并且积极配合检方调查 反而是孙文在离任之后 还持续与官员的头衔出席当地亚裔社群的活动 直到州政府发出警示禁令之后才停止 在两名律师的协助下 孙文夫妻在周二庭审上否认所有罪名 最后获准在较较高达200万美元的巨额保释金之后 可以离开法院 但出行仅限制在纽约 缅英和新罕部下三个州 同时禁止与中国领事馆和使团进行任何联系 两人离开法院的时候全程兼默 不讲了 同样被美方指控长期担任中国代理人 并为州方搜集情报的还有前民运人士王书军 美方指控75岁的王书军长期以反共人士身份 活跃于民运圈 并且利用自身声誉收集中国异议人士资讯 还利用网路版电子邮件草稿 记录异议人士的谈话内容与会议活动计划 供中国情报人员透过共享密码登陆查阅 尽管王书军否认控罪 但陪审团上个月6号已经裁定他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等四项罪名 全都成立 获准保释等候明年1月9日的判刑 相关罪名最高刑期达到25年 而在王书军的案件中 检方并没有明说相关代理人与间谍行为有具体金额对价 但在这次的孙文夫妇案件中 价值400多万美元的长岛豪宅 名列在检方起诉书中 全案在本月25号将开第二次庭 尽管庭审的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最后两个月的冲刺阶段 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纽约州 却爆出疑似招中方代理人长期渗透的丑闻 对于选情与美中关系的影响恐怕人带评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